Kapka剛剛推出了一款超級震撼的AI影片製作工具 並且是完全免費開放給所有人使用的 所以如果你近期有考慮要製作出無人出鏡的AI影片 或者是你想開一個全新的YouTube頻道 那麼請注意 現在製作影片比之前更加簡單 並且可以完全免費 這是我用這個新的工具來做出的作品 Let's dive into 5 super cool panda facts you probably didn't know 這個AI的影片我用了不到10分鐘就做出來了 接下來我就展示給你如何做出這樣的作品 Hello Grayson 這頻道主要分享關於預知頻道運 流量變現以及網絡圈內容 我每週分享3部影片就要記得訂閱我頻道 如果你是影片變成新手 你可以透過影片下方鏈接 去每份領取高校影片剪輯攻略 就會告訴你很多技巧的方法來提升你影片的效率 不過在進入我們教學之前 如果說你現在還不熟悉CAPCAD 我來簡單介紹一下 CAPCAD是由TikTok的母公司開發出的一個非常好用的剪輯軟體 它是非常新手友善並且操作比較簡單 而且功能是很強大的 CAPCAD可以讓你在電腦端上還有手機端上都可以使用 都能夠讓你剪輯出高品質的影片 而現在CAPCAD又更進一步了 它推出了這個全新的AI影片製作工具 這個工具能夠幫助你去生成影片的腳本 去生成影片的片段、圖像、AI虛擬人像、字幕 甚至連配樂都是能夠幫助你去完成的 這些都會由AI來自動生成 而你需要做的只是告訴CAPCAD 你想要去製作什麼主題的影片 它就能夠在短短幾分鐘之內 去幫助你去生成高品質的影片 你可以直接發布 那接下來我會展示給你如果去使用CAPCAD這個AI的影片製作工具 那大家可以透過影片下方鏈接 去進入到CAPCAD的網頁裡面 然後點擊右上角的下載 就可以開始免費的去使用CAPCAD了 這CAPCAD的AI影片製作工具 是需要你使用電腦端的CAPCAD才能夠使用的 當你打開CAPCAD之後呢 就能夠找到這個AI影片製作工具 它就會進入到這個介面裡面 那現在CAPCAD這個AI影片製作工具 它只適用於英文、葡萄牙語、西班牙語、法文、印度尼西亞語 中文暫時是不支持的 那它這邊是有很多功能的 第一個功能 Instant AI Video 那你只需要去輸入你的腳本 然後選擇一個風格 就能夠產生出你想要的作品了 那你應該使用它的AI 去幫助你去產生更多的影片想法 去找到更多的影片主題 去生成更好的影片腳本 你也可以生成AI的數字人 用AI的數字人在影片裡面去幫你說話 然後你可以擅長你自己的影片素材 可以讓AI來幫助你去和你的腳本精靈匹配 在底下也提供給你很多短片的模板 你是可以直接套用的 那我們可以選擇這個New Project開始 那這邊你可以選擇去輸入你自己的影片腳本 或者說你讓CAPCAD的AI來幫助你去生成影片的腳本 那這邊我就選擇讓CAPCAD的AI來幫助我去生成腳本 那這邊首先我們要去輸入一個主題 那我想要去做的影片主題是關於熊貓的一些事實 然後是需要輸入一些關於影片的關鍵點的 這樣是能夠幫助AI去更好的理解你想要去做的影片方向 那我的想法就比較簡單了 我想讓AI來幫助我去生成五個有趣的關於熊貓的事實 這底下還有影片的時長你可以選擇 它最長是能夠讓我去生成十分鐘的影片的 所以它是能夠去幫助你去生成一個非常完整的YouTube影片的 這功能非常強大 底下一個選項Mimic Writing Style 這功能是能夠讓你去模仿一部影片它的腳本風格的 你可以去把它的腳本去複製下來去粘貼到這邊 或者說你可以去上載這部影片也是可以的 在底下你可以提供更多的要求 比如說你想要去讓它做的更加有趣味性一些 或者說你的影片是針對於兒童的 那你的文案肯定是要更簡潔易懂一些的 更加適合兒童理解的 所以在這邊你可以提供一些要求 去讓AI知道 所有的完成之後就可以選擇Create 現在就在幫助我去生成影片的腳本了 那你可以看到它就快速的去幫助我去生成了影片腳本了 我選擇的影片時長是三分鐘的 所以是剛好湊成了三分鐘的影片時長 那這些腳本呢我是能去修改的 我可以在這邊去加入一些文字 或者是刪減一些文字都是可以的 甚至說我可以選擇一句話或者幾句話 然後讓CAPCAD AI去重新撰寫這句話 我可以選這個 rewrite 我可以告訴它應該怎麼寫 那我們都知道 YouTube影片的開頭是非常重要的 一定要在開頭的時候就能夠吸引觀眾 讓他們接著看下去 那在這邊呢我寫到 確保前10秒也就是我的影片開場的鉤子 像是能夠和觀眾一起共鳴的 讓他們想要接著看下去的 這裡面你可以選擇去增強這句話 或者說呢讓整個段落變得更長一些 或者是變更短一些都是可以的 我就選擇讓CAPCAD AI去提高這句話 這邊它就幫助我去重新寫了這句話 它又寫到現在全世界我超過1800隻的熊貓 但這只是冰山一角 接下來呢就會展示5個非常酷的 關於熊貓的事實 你可能並不知道 那這開場呢就是能夠去更好的去吸引觀眾的 如果說還不滿意的話呢 可以再選這個 rewrite 或者說你滿意的話呢就可以選這個 replace 那它就替代了剛才那句話了 那現在呢我們的腳本就用AI去完成了 接著呢可以選這個SIMS 這邊呢可以讓你去產生數字人 你可以看到會有很多的數字人你是可以選擇的 有真人的也有卡通人物的 也有來自不同種族的 有亞洲的 有歐美的 也有呢來自非洲的 如果說你並不想要用AI的數字人的話呢 你可以直接選擇Voice 就是呢你用它的聲音去作為話外音 你可以看到有不同人的聲音 然後有不同的語言 比如說英文的可以聽一下 Welcome to creating voiceovers 這是它的聲音 也可以聽一下女生的聲音 Welcome to creating voiceovers 你可以這邊試聽之後呢 就可以選擇你想要的聲音就可以了 這邊呢還能夠去調整一下它朗讀的速度 你也可以去創建屬於你自己的聲音也是可以的 然後呢可以選擇這media 這邊呢有三個選項 第一個是generate AI media 這個呢就是AI根據你的文案來創建出全新的素材 第二個是metro media 就是呢你可以擅長你的素材 然後AI會根據你提供的這個影片的文案 來匹配最適合的素材 第三個是match stock media 它會根據你在文案裡面提供的一些關鍵詞 然後在全網裡面去搜索相對應的素材 找到匹配的就會整合到這部影片裡面 那當我選了這match之後呢 Capcard的AI就幫助我在全網裡面去搜索到了匹配的素材 去整合到我這部影片裡面了 我們可以來看一下 超過1800pandas are chilling in zooms worldwide but that's just the tip of the iceberg Let's dive into five super cool panda facts you probably didn't know the giant panda is the one 你可以看到整體效果是非常好的 有影像有畫音 在這邊呢也是能夠去做出調整的 也能夠去修改我們影片的腳本 如果說我們不喜歡這素材的話呢 可以選這個replace 你可以上傳你自己的素材 或者說選擇Capcard裡面它的素材庫 又或者是讓AI來生成你想要的影片素材 你可以輸入提示詞 然後選擇風格 比如說卡通的 然後呢選擇長環筆 橫屏的16比9 或者竖屏的9比16 然後呢選generate就可以了 你可以看到Capcard的AI就生成了四個相對應的影像了 你可以選擇打開 就是這樣子的 如果想要交入到影片裡面 就可以選這個add to scene 就會交入到影片裡面了 或者說你可以選這個trim 就可以把它變得更短一些 如果說你不要做素材的話呢 就可以選這個垃圾桶的標誌 就是delete刪除 接下來呢就可以選擇elements 你就可以選擇這上面配的字幕它的樣式了 這邊呢會有不同的樣式 那很多英文的創作者呢都會使用這樣的樣式 就是字幕呢會根據你說的每一個單詞 會有高光的顯示 可以來看一下 - Let's dive in to five super cool panda facts - You probably didn't know - The giant panda is the one that most people are familiar with - And then S 這樣呢就能夠去更好地抓住觀眾注意力了 還有其他很多字幕的樣式你是可以選擇的 接下來呢就是音樂了 如果說你想為你的影片去加入配樂的話呢 在這邊呢會有一些音樂的選擇 Capcard裡面呢是有它的音樂庫的 你可以從它的音樂庫裡面的音樂呢去進行選擇 那這裡呢我想重點提一下 如果說你做出來的影片是想要發布在YouTube平台上面的 那我的建議就是 盡量不要去使用Capcard裡面的音樂去加入到你的影片裡面 因為呢是有可能去獲得版權警告的風險的 唯一更建議你去使用專業的音樂平台裡面的音樂 這樣是更加安全的 能夠保證的影片在YouTube上面是能夠獲利的 那我自己使用的音樂平台就是Alice 這平台上面有超過4萬首的音樂你可以選擇 你可以在影片上方描述欄裡面去找到Alice的鏈接 這個鏈接會提供給你兩個月額外使用期 那你可以直接在這邊去搜索一些音樂 或者說你可以根據它提供的音樂類別去找到相關的音樂 再在底下呢是Capcard裡面推薦的音樂你可以選擇 你可以點在這邊去播放一下 如果說你喜歡這首音樂呢就可以選擇加號 這樣呢我們就完成了整部影片的製作了 可以選擇右上角這個Sport 你可以更改文導名 選擇影片的質量 是高的推薦的還是快速導出的 可以選擇影片的分辨率 最高呢是能夠拿去導出4K的 選擇影片的格式 MP4或者是MOV 以及影片的幀率 然後呢就可以導出了 在這邊你還可以選擇短片的模板 你可以把你的滑鼠去放到這上面 就可以預覽一下 這個短片裡面到底是長什麼樣的 上面有些類別你可以選擇 比如說你可以選擇激勵名言類的 很多我們看到高流量的短片呢都是這麼做的 能夠去給觀眾更多動力 每個傳統的故事都開始了一個決定 你比你更強強 如果說你喜歡這樣的模板 想去根據它來修改一下 就可以選擇Remake 在這邊你可以輸入你想要去生成的影片是關於什麼的 然後呢就可以選擇Create 現在呢就在生成影片的腳本 然後呢影片的畫畫音 以及呢影片的素材 那這邊呢就快速生成了相關的短片了 是1分02秒的可以來播放一下 I'm gonna tell you something that you already know Are you ready? Rise and conquer That's it, rise and conquer There's a fire inside of you 你可以看到是一個非常完整的影片 如果你不喜歡它生成的音色的話 在左邊呢是可以更改它的音色的 還是一樣如果說你不喜歡其中一個片段 你可以選這個replace 就可以更換其中一個片段了 或者說呢選了train 就可以把它縮短 又或者是直接把它刪除 也可以在這邊去更改影片裡面具體的文案 還要選擇elements 就能夠更改字幕的樣式了 選擇music 可以更改它的音樂 所以呢這個AI的影片生成工具呢 能夠讓你快速的去產生影片 去提升你影片的產出 你可以透過影片上方鏈接 去開始免費使用cap cut 去體驗這個強大的AI影片製作工具 如果你想要學習更多關於cap cut的影片技巧 你可以看這一教程 如果你覺得這期影片對你有幫助 希望這部影片點個讚 一定要記得訂閱我的頻道 追蹤我的IG 那我們下期影片再見 掰掰